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德希博士在人生的上半场 已经得到很高的事业成就 但他在敢于挑战的精神 和对学习的热乘驱使下 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分别完成了成大EMBA和DBA的学位 就请其中一位校友 分享一下他对张德希的印象 在过去几年 我有机会和希博一起参与不同的活动 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跳出未来 慈善 跳省 接力 挑战日 这个活动同一时间 达到了做善事 推动香港的体育活动 同时间做到关怀香港的青少年 反映到希博非常有魄力 亦可以多元化地为香港社会回馈 Dr. Jennifer M 是Dr. Zhang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当初 Jennifer 为什么这么支持Dr. Zhang 报读成大课程呢 成大的DBA课程 除了实用之外 它是很互动的 学生又来自世界各地 很适合她的性格 希博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 对于她自己的事业好 她的学业好 她都负了很多的努力 希博拿了这个杰出校友 很替她高兴 张德希博士 在不同的领活里面 都取得极高的成就 究竟她有什么成功之道呢 成功就不敢当了 不过就叫做 在这么多年来 都有一些所谓的成功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勤力 莫道理行组 路上组行人 你能够给多点时间 去关注你自己身边的人 给多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自己 EMBA是一个 Networking program 我认识的同学 有教书的 有校长 有好识的企业家 大家一班同学 大家互相帮助 大家一起有group studies 和他们分享他们的成功之道 很有得意 Dr.张纳粥商界之余 亦积极回馈社会 之前所举办的跳出未来 和做出珍爱酬款活动 就非常成功 有什么驱使他这么热冲 参与慈善活动呢 回馈社会是其中一个 主要部分 每一次我做完一个服务 感觉自我良好 平时工作都很大压力 你可以在这个时段减压 做出珍爱这个筹灰活动 受惠团体 就包括两方面 一个就是香港 麦当劳粥商界之余 第二个就是我们 香港城市大学 EMBA association EMBA救生会 慈善基金 好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要去参加 我们再见 Bingo MIN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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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BA